哈喽大家好呀,我是蛋糕糕 今天的话想跟大家来做一个 这个Zoeva Coca Blend的这个眼影盒的一个第一印象 这个眼影盘其实是我去年买的 没有啦,是我16年12月份买的 然后为了做这个第一印象视频 我到现在都没有拆 然后今天的话就把这个拖欠大家许久的这个第一印象视频 然后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的话我还是把每一排这个颜色都刷在手臂上 给大家试一个色,一共大家查看 这个眼影有四个哑光色和六个珠光色 整个眼影的粉质比较细腻,显色也非常的优秀 目前来说给我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这个眼影我拿到手的感觉是 它可以当做一个比较日常的一个妆容 但是同时呢你有可以画 比如说这些深色可以画个比较烟熏的颜色 另外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盘是比较适合秋冬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的 特别是这一抹最漂亮的这个酒红色 它颜色比较厚重 然后出来的感觉可能会比较 比较适合秋冬一点吧 我刚刚用手指在手臂上试色的时候 感觉这一盒眼影的粉质整个来说非常的细腻 然后显色度也非常的棒 就除了这一个 除了这个颜色它的显色度都非常的OK 然后的话可能稍微这个哑光的黑色 这个哑光黑可能就比较难拌匀一点 就说比较难涂匀一点 除了这两个颜色可能不是我特别喜欢的情况以外 其他的颜色我觉得都很OK 尤其是这个酒红色 这个酒红色非常的漂亮 那么今天我就从来没有用过这个盘 然后随手想用这个盘画一个眼状给大家看看 当然画的成不成功与否我就不知道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画吧 首先的话我还是把镜头跟大家拉近一点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更加就是更加清楚看到我化妆的细节 首先的话我先沾取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色号叫做Sweeter End 用Sweeter End先涂在整个眼窝 然后就做一个打底 对了这个盘子我觉得它 可能我觉得目前来说我最不满意的一点就是 它这个盘子没有镜子所以说可能画起来就是 比如说你出去旅行去只带这个盘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不方便 因为我觉得这个盘还蛮大的 如果配上一个比较质量好一点那种镜子的话 出来的效果应该还蛮不错的 好了那么这个颜色就打底完成了 然后出来的效果其实就就只是说你的整个眼皮会有一点点光泽吧 那么接下来我会用这个颜色 Substitute for love 用这个颜色来 就是在我的双眼皮折现这个地方加一个小小的阴影 然后我的刷子是用的Morphe的M505 是一个眼窝刷应该是一个眼窝晕染刷 但是因为我没有眼窝所以whatever了 这一个颜色是一个比较暖调的一个橘棕色 然后感觉是一个非常温柔的颜色 我目前还蛮喜欢的 昨天刷上眼皮折现之后就还是用同样这把刷子 然后就趁着这个有鱼粉的情况下把它晕开就好了 现在眼睛就这个地方晕染的差不多了 那么效果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看上去还蛮温柔的 然后跟我这个美瞳的颜色非常的搭 我对了 这个美瞳是之前哈哈金王子有跟我推荐过的 是一个巴西的一个牌子 然后我不知道国内怎么买 反正我是在它英国官网上买到的 然后这个美瞳是没有度数的 所以说蛮不方便吧 就专门用来化妆这样子 但是因为它的颜色非常的好看 然后同样它的花纹的效果就是非常自然 不会是那种就是直径非常大 然后一戴上去闪瞎眼那种 所以我还非常喜欢 然后这个绿色是真的真的是我的最爱 如果说它有度数真的就完美了 接下来的话我还是用同样的刷子 然后还是沾去刚刚同样的一点点颜色 但是不要沾太多 沾一点点 然后把它拍掉 然后在这个眼睛下方的地方 然后稍微再带一点点 那么现在效果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接下来我会用一个这个叫做Freshly toasted 就是刚刚刚刚烤好的这个颜色 然后这个颜色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 呃砖色吧 但是不能说是一个砖红色 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那种砖砖色 比这个颜色要更加深一点 然后偏红掉一点 然后在这个眼睛这个 呃 更加像眼皮靠的一个地方再加深 然后同样也是把这个鱼粉稍微带下来一丢丢 然后再找一个嗯干净的暈染刷 这个刷子是Kiko的Ice200号 然后就把这个颜色的边缘 跟之前那个作为基底的那个 浅棕色的边缘给暈染自然就好了 那么现在出来是这个效果 然后我想在在这个基础上 就是加那么一点点的这个红色 这个叫做Warm Notes 叫这个这个红色 这个酒红色 然后用一个范围更小的一个细节刷了 那我用的是这个 是摄摄狼的樱花粉系列的一个眼部细节刷 然后粘取一点点 大家注意一下就这个眼影 它非常非常显色 所以说宁愿就是上手轻一点 然后我们慢慢来 也不要就是手啪一戳脸上一抹 那就真的是没法出门见人了这样子 就会太就太夸张 像出来唱戏的一样 加在眼尾处 贴近睫毛根部的地方 然后同样也是稍微戴下来一点点 好 这个颜色真的好好看 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什么中眼皮不能化妆 比较夸张一点的颜色 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吧 反正你睁开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 所以无所谓咯 就往那个你的双眼皮折那一方怼就好了 至于单眼皮的话 我觉得就更加不用 更加不用担心了 因为就是我觉得单眼皮还好比 内双要好画一点点 因为内双就是不管你画多少眼睛一睁开就没了 但单眼皮的话 好像会稍微好那么一些 然后你带一个就是硬梗的假睫毛 说不定能够把你的双眼皮线撑出来 所以反正就大家自己看着办吧 根据自己的眼型稍微弄一下 然后我个人认为呢 化妆是不要害怕了 丑反正可以卸掉的 所以无所谓啦 反正就多多尝试一下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用一个也是这个Eco Tools的刷子的 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晕染头 然后把这些地方也晕染自然 不要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界线 然后最后面的话 最后面我会用一个这个 这个亮片色 色号叫做Pure Connature 还是什么东西 跟G-A-N-A-C-H-E 不好意思 我没有去查每一个读音 反正就是这个颜色 这个白色下面这个 一个珠光的一个 应该是属于一个古铜色吧 用这个颜色的话 再做一个眼部的高光就OK了 然后我也是直接上手的 那么我现在眼影就差不多完成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就是 现在这个眼影的效果 我反正是觉得就是还蛮好看的 然后比较秋冬的一个颜色吧 那么我来继续完成接下来的眼线部分 那么最终出来的效果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还蛮满意的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刚刚我是在我家那个 我如果刚刚我不是在我卧室那个窗户那录视频吗 结果我楼下那一家从阳台这边出来 不知道是抽烟还是聊天 然后就发现我了 然后一直盯着我 搞得我非常羞耻 我现在就跑到西游家录视频 也是real尴尬 总之的话 目前就是我对Doeva这一盘的眼影还蛮喜欢的 然后觉得也非常值得录 因为毕竟它价格也不是特别贵嘛 好像英国卖十八磅一盘盘 另外的话就是我在beauty bay看到 就是这一盘眼影 除了单盘的话 它有一个三个盒的一个套装 然后除了这个cocca blend 还有一个那个一个黄色系的跟一个橘色系的盘子 实用度也很高 就是都是能记得日常又可夸张那种东西 另外的话三盒一起的那个套盒 摊下来基本上比这个就是 这个已经很便宜了 但是摊下来比这个好像还要便宜 反正我倒是也会一起把相关的链接放到微博里面 我倒是没有把那个套盒收在一起 是因为当我看到套盒的时候 这一盘已经寄到我手里了 所以我非常的难过 不过要是能够重来一次 我肯定会买一个套盒的 当然我现在也在想说要不要把这个套盒买了 直接把那里面的友谊盘给我这个重复的送人 反正我再考虑一下吧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然后希望大家喜欢这支影片 然后希望这支影片对大家会有所帮助吧 那么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